步步不吃饭,贾静雯一声怒吼修运飞瞬间暴露了步步的大名。 很多人去看《妈妈是超人》这档节目就是冲着步步去的,在上一季的《妈妈是超人》中,步步还不会讲话,所以很多人都有一汉,在这一季中步步已经能够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了,所以很多人直呼步步太可爱。 小孩子在吃饭的时候总是让大人们很头痛,就连步步这样的小可爱也是不例外的,所以在轰步步吃饭上面,贾静雯与修杰凯夫妇也是有一手的奈何步步步接招。 不爱吃饭的小步步被修爸爸说是欠修理,大眼睛萌萌大的小步步瞬间开着小乃音说,我不要欠修理,一时间萌翻了网友。 对于步步步吃饭这个问题上,一般的家庭中父母中间总会有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存在,一般的家庭是严父慈母,在贾静雯这个小家庭中这一组合刚好是相反的,贾静雯成歌了那个唱红脸的存在。 贾静雯作为一个美女,美女的必备要素就是眼睛要大,因为贾静雯的眼睛大,所以现如今步步的眼睛才会那么的像黑葡萄一般,继承了父母优秀基因的步步越长大越可爱了。 眼睛大的人在刻意瞪大眼睛的时候,经常会给人一种压迫感,所以在步步撒娇不吃饭的时候,贾静雯瞪大眼睛一声怒吼。 修运飞,吓得小步步立马就念了,很多人被贾静雯那瞪大的双眼吓到了,都没有注意到贾静雯的一声怒吼的内容。 修运飞就是步步的大名了,这样的大名也确实配得上我们步步的盛世美艳,名字很好听,多少有几分韩剧女主的韵味在其中,让人一听就能记住,之前在网上争议过步不要取一个什么名字好。 网友的脑洞简直是开到了太平洋,仙子啊看来,还好贾静雯夫妇没有采纳网友的提议。 之前在网友的脑洞中,出现最多的名字就是修运飞了,刚好是一个姓修一个姓甲,虽然十分有寓意,但是步步是个美少女啊,怎么可以叫那么难听的名字呢? 还有什么修得无礼的也是让人十分的醉醉的步步长大之后应该感谢父母的名字,没有因为甲静雯修结开两人想把自己的爱情融入自己最爱的小宝贝的名字中而得到一个修之甲的名字。 虽然甲静雯在面对步步不吃饭时候是担当的饰演母一般的存在,但是平常的甲静雯在与步步小宝贝的相处过程中还是比较逗比的。 在开始的时候,节目组对步步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母女俩的相处模式,经常是甲静雯要跟步步比谁的眼镜大,这是亲妈妈? 不过在比谁的眼镜大的问题,那到底是甲静雯更胜一筹还是步步小公主更胜一筹呢? 步步的眼镜是那种大大圆圆,眼珠十分的黑并且大,而妈妈甲静雯呢,是那种比较漂亮的双眼皮,大眼睛,十分当额友善,其实得有个的优点,步步的眼睛里充满了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与好奇,甲静雯的眼里满满的都是对步步的爱。 你喜欢步步小宝儿的名字修运飞吗?